好,各位弟兄姐妹,欢迎来到今晚的线上崇拜 那么在我们开始今晚的崇拜之前呢 我们来做个狭狭的祷告 跟我一起提头 亲爱的大伯父,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 预备我们的心前来敬拜你 愿你的圣灵降临于我们的同在 让我们与你的圣灵交通 使我们可以透过这赞美和敬拜来仰望你 让我们得见你的荣面 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洁净喜乐的心 献上我们的崇拜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于你 我们奉靠祷告,基督得圣灵求 Amen 好,这个时刻呢,我们就静下来 我们来开始我们今晚的赞美敬拜 我们从早晨到夜晚 我们都一直来敬拜祂,来赞美祂 我们一起跟我们的心一起操作 早晨我睁开眼睛 早晨我睁开眼睛 渴望聆听你声音 心中是想你的好 心中是想你的好 更多与你来亲亲 我永远我永远的爱爱你 我永远的爱爱你 一首歌 当当要唱给你听 从早晨到夜晚 跟段月到高山 请爱主 我要歌颂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远不止息 请爱主 一声紧紧跟随你 谢谢 从早晨到夜晚 从梦也到高山 请爱主 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远不止息 请爱主 一声紧紧跟随你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和你的爱无知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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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第二话 一向莫脱死爱 是真厉害 我要歌颂祷告 是我胜利的神 我心啊 我为何 我为何才有一切烦荘 你当阳光神 因我还祂 伸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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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晨到夜晚 从梦也到高山 心爱主 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远不止息 心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从早晨 从早晨到夜晚 伸唤夜到高山 心爱主 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远不止息 心爱主 心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心爱主 从早晨到夜晚 从梦也到高山 心爱主 我要承受你美名 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远不止息 心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我轻静 跟随我们的祖 连世主 这个时刻 我们低头 我们来做个小语告 亲爱的祖 我们不会为了到祖你的面前 是为了寻求祖你的面 我们歌颂我们赞美你 是因为你是那至高至大至圣洁的祖 世的祖 你是多么的佩德 因你背负的那十字交 我们才得了这蒙恩的福分 你就是那道路 真理和生命 愿你的荣耀的光 常照在我们的里面 也常照在我们面前的道路 指引我们的潜行 是的主 我们奉靠主耶稣 基督得圣名求 Amen 是的主 这个时刻呢 我们安静下来 我们在 在主的面前 我们一起来 唱着我们的四个 我们要呼求我们的主 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时代 要呼求我们的主 我们用敬拜赞美 来跟随他 来跟随他 的世界 祝我属于你 求你再起 我就跟随 你说话 我就顺服 勇敢爱 勇敢爱 你说爱 毒 我们属于你 求助开极 我们眼睛 我们眼睛 没时代 向你呼求 你教我如何挣扎 让我们不分彼此 宗教会同心不求 这时代要呼求你 呼求你的爱降临 高举起带到双手 我们仅与你合一 是主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燥牢之无水之地 我渴望你 你的心 我的心歌目你 紧紧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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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信你 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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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你 帝国降临 紧紧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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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帝爱将你 破头奏 带到双手 我们心 与你合一 这时代 要护修你 护修你 帝爱将你 你写得住 破口中 勇敢站立 你指引 陈旧这地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念的一年 是赐平安的一年 不是江湖炸荷的一年 是要叫你们为后的指望 我们要护修你 祷告我 我就允许你们 你们寻求我 我寻求我 这时代 这时代 要护修你 护修你 护修你 和你合一 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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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护修你 护修你 护修你 你 你只为你 成就这地 静静跟随你心里施足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直到你帝国降临 静静跟随 静静跟随 静静跟随你心里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 直到你帝国降临 静静跟随你心里 直出勇敢 我们勇敢的上心祷告 我们赞美你 请施足 再接受 好,接下来是读神的话语的时间 有圣经的我们和解放开马太福音 我们将会读第四章 第十八章第二十五节 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兄弟二人 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兄弟安德烈 在海里撒网 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了网 就跟从了他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见兄弟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他兄弟约翰 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往 耶稣就招呼他们 他们立刻舍了船 别的父亲就跟了耶稣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者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图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病害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和被鬼扶的 点贤的 贪瘫的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当下有许多人 从加利利 底加伯利 耶路撒冷 犹太 约旦河外 来跟着他 我们感谢读神话的人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万里姐妹 弟兄姐妹 主礼平安 你过得还好吗 对于有四季的国家而言 面对六月 进入六月 是一个欢日的时节 是一个影响转变的季节 是气候上的转变 从比较凉爽的时日 进入比较阳光的夏日 是一个 比较温暖的季节 是一个影响 更阳光 更欢愉 更多户外活动的时候 但是对于深处马来西亚的我们而言 当我们进入今年的六月的时候 我们却影响了不一样的转变 不是更多户外活动的转变 乃是更多行动 受限制的转变 我们进入了FMCO的阶段 我们进入了更多方面 受到限制的这个的管制 这是一年前的我们 所没有想象到 这一个的严重的疫情的局面 因此 我们为了今天 我们仍然还存活 我们要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自我们神秘气息 自我们仍然 能够自由地呼吸着 这样的一个状态 并且更感动的是 今天在线上的你我 依然没有放弃 紧紧地来跟着耶稣基督 一起地在线上来敬拜上帝 为此我们也要感谢上帝的带领 当年耶稣基督 要进入他的不是之前 在他接受洗礼之后 也是一样面对着 一连串的挑战和试探 他在圣灵的带领之中 去到了旷野 四十天的进食 然后撒旦就来到试探他 挑战他 当时候的耶稣基督 是靠着圣灵 来胜过这个的试探和挑战的 并且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头 记载说 耶稣结束了这个试探的时期 他是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伽利利 他的名声就因此传遍了四方 接着圣灵 靠着圣灵 他胜过了撒旦的试探 并且带着能力地去展开他的服饰 去面对接下来这三年的时间里头 他要面对的一切的挑战 此时的我们 也是住在这一种的环境当中 我们正在面临着 撒旦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 和挑战 我们个人或者家庭 也许在这一年多以来 面对着经济方面的难处 面对着孩子们学习方面的难处 或者与人交往的失交 或者关系上的一些的拦阻等等 在这些现实的处境当中 但愿我们更多地学习 依靠神得到力量 依靠圣灵得到力量 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我们不单单是生活模式 和形态上的一些转变 我们更能够是 在灵性里头 有显著的转化 更加紧紧的 依靠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谢谢你带领我们 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的聚集 在线上 一起来敬拜你 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 因为你圣灵的感动和能力 此时就临到我们个人的身上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言 敞开我们的心 去思想你给我们的话语 帮助女儿在分享的当中 你由主你圣灵的恩高 赐福我们这一段 学习你话语的时间 我们如此的祷告 感恩乃是奉祖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刚刚我们提到了 耶稣基督接受试探 然后之后带着能力 开始了他的服事 当耶稣基督听到了 施洗约翰被抓到监牢里头之后 他就更大势地 继续地在传言福音的这件事上 来执行他要做的事 到时候他所宣扬的和施洗约翰 非常的类似 主耶稣说日记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 幸福音 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整个疫情的大环境当中 在新冠病毒的侵蚀之下 给我们的一个大大的提醒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尽了 我们应当真实的悔改 真实的幸福福音 因为我们不晓得 我们有没有准备好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随后 耶稣 来到了加利利的海边 对一些人说 来 跟从我 这是今天 有与大家分享的主题 主说 来 跟从我 这是一段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 取自马太福音第四章18到25节 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一段经文 虽然 这段经文 所提出的呼召 是耶稣 对门徒 将进入全世界 侍奉的一个的呼召 可能你会觉得 对现在的你 不合适 不过我们今天 要从两方面 来去思想这一段的经文 从当中 来去看 一些 我们一般信徒 基督徒的生命 也值得去思想的 一些的观点 首先 第一方面 我们要看看 耶稣所发出的邀请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见 耶稣当下 发出邀请的对象 就是那在加利利海边工作的一些人 就是女夫们 包括了西门彼得 安德烈 雅各 和约翰 从他们的工作 我们可以想 他们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教育背景 或者水平 他们就是做渔夫 来捕鱼 来维持生活的 这样的一群人 并且我们从其他的经文也得知 这些的渔夫 其实曾经听闻过 尸离遇遇患 悔改 这个道理 并且也接受了尸离遇遇患的洗礼 虽然他们没有高深的学问 或者生活的条件 但是他们是那接受悔改的洗的一群人 从其他的福音书 我们也看到 耶稣除了呼召这些的渔夫 他同时也呼召一些当时候的人们无法接受的这些的对象 其中一个包括了一般的犹太人 基督厌恶的税吏 这个的马太 也更从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门徒之一 从这些的观点我们看到 对耶稣而言 人的背景并不重要 在他的眼中 人的需要 人对福音的需要 罪人对救恩的需要 这才是更重要的 因此耶稣基督愿意接受 而打从心里面 愿意来的承认自己的罪 愿意来的悔改人 并不是那些有熟悉宗教背景 教条 但是却自以为意的 阿利塞人 当时候耶稣曾经如此的回应他们说 健康的人 用不着一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耶稣说我来本不是遭义人 乃是遭罪人悔改 所以耶稣更愿意邀请 那些内心里头 愿意来到悔改 来到认罪的这样的 有需要的罪人 这是耶稣更看重人的内心世界 而不是人外在的条件或背景 这是第一点 其次 在耶稣对这些渔夫们发出邀请的时候 耶稣说 来 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对当时 这几个 在加利利海上 从事捕鱼工作的而言 他们是要从捕鱼当中取得鱼货 来维持生活所需的费用 而耶稣如此的呼召 如此的邀请 是要对他们说 得到渔祸 对他们而言 很重要 因为那是满足他们生活的需求 满足生命当中短暂的需求 但是 得到人 那更重要 因为在永恒里 人的灵 要去哪里 人的救恩 比起今生短暂的需求 那是何等重要的事 耶稣要在这些渔夫的身上 建立永恒性的事业 今天 耶稣基督也盼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有这样的永恒性的事业 我们不单单是看中 今生 生活当中 所需要的这些的需求 我们也更要看见 人的需求 我们寻求 生活所需的同时 也要为神的果 寻得那世上的人 再来 耶稣所发出的邀请的当中 我们看见这些的渔夫 他们放下自己熟悉的工作 然后 转换人生的跑道 这是一个极不容易的事 除非 你是相当勇于冒险的人 或者你对于你即将转换的跑道 是蛮有信心的 我想 对于这些渔夫而言 他们应该是第二次 我们看到耶稣在他们的身上 真实的带来了改造改变 因为在石头行传里头 有这样的记载说 有些人 看见了彼得约翰的胆量 然后他们知道 这些人本来就是没有学问的小名 然后 他们就认定了 彼得和约翰 是跟过耶稣的 然后又看见他们治好了一些人 所以我们看到 人本没有胆量 没有教导能力 或者没有学问的这些的渔夫 他们跟从了耶稣之后 他们也许从耶稣身上有所学习 有所得着 那另一方面 他们是因为圣灵降临之后 圣灵在他们身上 大大的能力 充满着他们 使得他们好像被改造 成为另外一个人一样 以至于看见他的人 看见他们的人 都认定 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他们有这样的讲道的胆量 他们有这样的医治的能力 今天 你我在跟从耶稣的路上 我们也许还有很多 我们自己生命当中需要改变的地方 但是我们相信 靠着圣灵的大能 神绝对有能力改造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方面 就是门徒的回应 门徒的回应当中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门徒愿意 愿意舍弃 与面对改变的改变的心 我们知道 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 他提出邀请人护照的时候 西门 彼得 还有安德烈 圣经说他们本是打鱼的 然后耶稣邀请他们之后 他们就立刻 审了王 跟从了耶稣 另外 耶稣又看到了雅各 和约翰 然后耶稣又呼召他们 他们又立刻的舍了船 别了父亲 跟从了耶稣 刚才我有提过 这几个人曾经是接触过世纪约翰 并且接受世纪约翰悔改的心 所以他们其实并不是第一次见到耶稣 而这一次耶稣的护照 是把他们带入了全时间的服事 到这个的路上 这时候的他们 是愿意舍下他们原本的工作 他们自己的家人 他们熟悉的环境和同伴 来去接受 面对生活上的改变 全时间的去跟从耶稣 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应该存留着这样的一个的心态 这样的一个全时间 跟从耶稣的决心 就是愿意舍弃 与面对改变 舍弃什么呢 时期我们过去的一些工作时间 一些的生活习性 一些的与家人朋友们相知的活动等等 然后面对信仰生活的改变 属灵生活的改变 我们参加教会的崇拜 我们参加小组的聚会 我们参加茶经 学习 或者祷告会 我们在家中 来到有读经祷告的时间 或者为着我们需要安排服事的事 来做预备等等 就像现在 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 没有办法尸体崇拜的时候 想必我们当中好一些的基兄姐妹 是在幕后 一起的来到配合 来到预备 要进行录制 也要进行网上的操控等等 这些是我们在面对的改变 那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在生活上面的改变 我们在工作范围上面的改变 我们在接受着 这个所谓的新常态的生活环境当中 我们不要忘了 在面对永生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更有应该有的 那份的信心和勇气 去面对属灵生活上的改变 当然我们从圣经的熟悉跟认知当中 我们晓得 在门徒的时代 当他们回应了耶稣基督的呼召 和邀请之后 他们是全天后 长时间 一天24小时的 与耶稣基督在一起 和耶稣基督一起的相处 一起的生活 一起的听他讲道 看他行的神迹奇事 或者医治 或者赶鬼等等 耶稣也曾经在他的服事的路上 提醒 我们说 手扶着离 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这是提醒我们的 当我们愿意来到 接受耶稣基督 愿意要来到跟从他的时候 我们应当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专心一致的 不要被适事 来缠绕我们的心思 一面 总是要顺从 主的指引 我们特别感恩的是 耶稣基督 已经赐下了圣灵 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正式的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圣灵的主的时候 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圣灵要帮助我们 更晓得如何的 全心 全意的 来到跟从主耶稣基督 当然 在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当中 在耶稣基督 呼召了这个的门徒之后 后来 有几节的经文 说到 耶稣就走遍遍了 加利利的这些地方 在会堂里面 来教训人 来传天国的福音 来医治有病的人 因为他所做的这些事 引来了许多人 来到跟着他 这些人 包括在加利利的人 在底加坡里的人 在耶路撒冷犹太 在约丹河外的人都来跟着他 如果我们晓得当时候的地理 的环境或者地图 这是一个在约丹的河 东边西边北边南边各个区的 可谓是东南西北的人都来跟着他 当然 这些人也许是为着个人的需要 为着要谋得求得祝福 求得依据等等这些的好处 来跟着他 然而回应耶稣 邀请与呼召的这几个渔夫 并非如此 因为他们所回应的是 来跟从耶稣 而不是来跟着他 跟从包括了顺从 轻从 依照 耶稣基督的带领 当下 这些渔夫舍下 他们的渔网 舍下他们的家人工作 来回应耶稣的邀请的时候 他们需要 对前面的路 有一个强大的信心 和依靠主的信心 因为他们已经放下了 他们的正常的职业 一个职场生活 他们未来的日子 要如何维持他们的生计呢 他们有意要 这样的意愿 就是要来到 靠着神的恩典 来到生活 弟兄姐妹 今天你我 在跟从耶稣基督的路上 我们对于我们生活当中 面对的经济挑战等等 我们是带着 怎样的一个心态呢 我们 继续的不断的 靠着自己 有限的智慧跟能力 来去处事吧 又或者是 我们愿意 靠着神的恩典 依靠着他的带领 来到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 弟兄姐妹 今天 我们从 马太福音第四章 十八到二十五节 在耶稣呼召门徒的这段经文当中 给我们看见了 耶稣所发出的邀请 这些的对象 在当中我们看到 耶稣不看人的背景 他看的是 人的心 今天我们跟从耶稣的时候 我们心存 怎样的意念 神是知道的 我们是否是真实的 真心的 已经悔改的 来信从于他呢 神是知道的 并且神 来到呼召我们 耶稣来到呼召门徒的时候 他也要在这些人的身上 建立永恒性的视野 期盼今天你我有这样的一个视野 看见人灵魂的需求 不单单是看见自己生活的需求 再来 耶稣给门徒带来改造 带来改变 今天若你仍然看见你自己身上 或者生活当中 有许多的软弱 有许多的弱点 需要改进的 需要神来帮助你的 我们要继续地求圣灵 带领帮助我们 他绝对有能力 能够带来改造 而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 我们不忘 跟着坚定的信靠 神 更加要看见 人灵魂的需要 更加要紧紧地去依靠上帝的带领 从门徒对耶稣的回应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我们要学习亮光 当然 这个头领上上面有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话 耶稣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要成为全世界的牧师传道 但是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成为全世界的基督门徒 弟兄姐妹 刚才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这段经文 虽然是耶稣呼召门徒进入全世界 侍奉的一段的经文 但是对我们而言 他也是一样有一些的亮点 要来到光照我们的 因为耶稣呼召我们 全世界的成为基督门徒 不是主日崇拜的时候 是基督门徒 不是在教会里面 抚恕的时候 是基督门徒 乃是全世界 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在社区里 我们在生活家庭当中 我们随时随处 都活出基督门徒的样式 我们都能够有 门徒到时候 回应耶稣的那些的心态 愿意舍弃 愿意面对改变的心态 愿意全员来跟踪主耶稣的心态 愿意在挑战当中 仍然靠着神的恩典来生活 弟兄姐妹 在疫情当中 特别邀请我们一起的思想 善个的问题 我愿意紧紧的跟踪主耶稣吗 我相信圣灵的能力 能够改变帮助我吗 大家是否还记得 耶稣基督应许圣灵 要临到门徒的身上 他应许说 当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的时候 门徒就会得着能力 来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圣灵可以给我们带来能力 带来改变 叫我们的生命 可以做主的见证 而不是当当为自己而活 我真实地舍弃 面对改变 靠神的恩典生活吗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头 去问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自己要来到去面对 因为就像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说过的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状态 让我们思想到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应该很真实地去 看我们内心的世界 是不是真实地悔改 是不是真实地信重了福音 是不是真实地面对改变 靠着神的恩典来过活 这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提醒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 跟生命里头 需要不断地去反思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愿 我们到时候建筑念的时候 可以得到的是神 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赞赏和赞赐 而不是今生短暂的日子当中的 生活当中的丰富 或者是环渝 因为永生的生命 比今生短暂的去中 更为重要 更为长久 亲生姐妹 这是今天我们透过 主说来跟从我 这样的一个要求当中 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 一些的教导 一些的思想 但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 得到帮助 但愿圣灵带领着我们 从这些坏里头来去 对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 做一些的反思 让我们迎向前面 在疫情还没有好转的当中 我们的心思一念 我们的灵性 却全然的好转 能够更贴近 神的心 贴近主耶稣基督的心 愿神赐福大家 能神的平安 继续的与大家随行 祝大家 深信你的健康 我们感谢瓦林姐妹 带来给我们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 回应师来回应一下 刚才的那些分享 我们将会唱 从早晨到夜晚 我们从早晨到夜晚 我们都一直来敬拜他 来赞美他 在早晨我睁开眼睛 早晨我睁开眼睛 渴望聆听你声音 心总是想你的好 更多 更多与你来亲戚 更多与你来亲戚 心意 静拜划成一首歌 担当要唱给你听 从早晨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远 你爱永远不止心 请爱着一声紧紧跟随你 不能4길 我扛讨得és 你所有爱永远不止心 被 thouotion 到高山 亲爱主 我要承受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窒息 亲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我的主 我爱你 我要扣你的爱无知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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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祝你 第二话 一向握过此爱 是真厉害 我要歌颂祷告 是我胜利的神 我心哪 我为何 我为何才没成反常 你当阳光神 因我换他 伸受他 伸受他 我亲爱你 亲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从早晨 从早晨到夜晚 偿还夜到高尚 亲爱主 我要承受你 没命 从早晨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知情 亲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从早晨到夜晚 从早晨 从早晨到高尚 亲爱主 我要承受你 没命 从早晨到夜晚 你爱永不知情 亲爱主 一生静静跟随你 我们一起来领受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大慈爱 圣灵保惠时的感动 常与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一起唱阿门诵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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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